老公,倒是不好了 羊水破了,快点送我去医院啊 快点啊,你怎么还在玩游戏啊 送什么送 那你不送我去,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去啊 还不是跟以前一样 进去里面,躺着躺着,他就伤出来了 第一台的时候,你也说在里面躺着躺着就生了 结果呢,大出血啊 怎么还在玩啊,什么时候还在玩游戏 你赶紧费啊 我看你才神经病嘛 你的小孩都要出生了,你还在玩游戏 快点送我去 怪我鸟事啊 上一大白仙话也是算啊 估计这个啊,圆不弄东啊 估计夜市啊 怎么老是有这种重人情侣的思想呢 女儿也是宝啊,快点送 宝那么宝啊 那你不送我去也行,给一点钱我 有也不给你 这种人啊,赶紧滚啊 你真人,怎么做父亲的,怎么做老爸的 一点责任都没有 那你不送我去,怎么办呢 要生了半路呢,快点 你不要动小动小崩啊 快点啊 早生啊 妹怎么回事啊 妍你很久呢 要生了 我叫他送去医院他都不送了 还在这里玩游戏 叫他给钱他也不给 妹夫啊 我妹都要生了 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啊 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打游戏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人家一尸两命啊 妹小妹夫啊 你看看啊 手机都被他砸烂了 你把我一个啊 你赶紧先带他去 来来来 小青娘 我先带你去医院 来 哎呀 你真的是 你要手机重要 还是你小孩重要啊 你老婆重要啊 当然手机重要了 几千块买的 你以为啊 哎呀 你真的是 你老婆都要生了 你还在这里玩玩玩玩 你能玩出什么来 你不看看你什么家境啊 关你什么事 赶紧走啊 哎呀 你还敢凶 我告诉你啊 我妹要是出点什么事情啊 你就老婆都不要想要了 我跟你说啊 真的是 我还想跟她离婚啊 比啊 还想离婚 行 我看你离了她啊 你看看你们家这个家境 我看还有谁敢嫁给你 你要挡家关棍吗你 有啊 再生白心过 看我离不离啊 哎呀 你怎么娶这个老婆啊 两个姐都这么充的 就是啊 真的是 关了手机都没自由 哪里主见都没有 正玩游戏呢 把手机摔了 那怎么办呢 手机都坏了 哎呀 再买个 哎呀 这种女儿啊 跟她离婚算了 你也觉得啊 是啊 有什么用啊 娶这种女人 近身赔钱货 我也觉得你说得对 这种女人不要也罢而已 是啊 那隔壁村的那个大波连啊 还没结婚 到时候啊 我给你介绍 真的假的啊 是啊 那大波连的 哎呀 那种 很崩溫的那种是吧 是啊 甚至凹凸有字啊 嘿嘿 行行 你一说我的想象 哎呀 我都 今晚肯定睡不着了 行行 那我们先去买个手机吧 行行行 哎 妹夫 妹夫 赶紧去杀个老补鸡 给我妹补补身子啊 快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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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大出血了 你知道吗 说那什么 女儿啊 嘿呀 过回家说的没错啊 太前后 说什么话呢 我妹啊 刚刚在医院那里啊 久死一伤啊 差一点啊 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为了伤这个女儿啊 你不送去 你不送去还好 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医生都说了 他要好好地补一补调养啊 对啊 久死一伤 久方不死在 啊 手术台上啊 可以啊 你不是说那种话 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 嫁给你啊 你不是说我去医院也就算了 回来你还数落我 还叫你说我 那这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不是 不不不 我都没有啊 告诉你啊 哎呀 你真的 心理都给你拿好了 滚蛋 哎呀 真的是想不到你 真的是那么妄言复义啊 什么男人子真的是 一点责任担当都没有啊 等下去去离婚 你要离婚是吧 行 小妹 你看看这种男人 就是你看上的男人了 你要确定要跟他过一辈子呢 现在他都说是离婚了 搞不好哪天啊 还有还能把你怎么样呢 离 那就离 这日子我也是过不下去了 你放心 离了婚 我们连姐妹啊 一样可以养你 这个孩子我们也一起帮你 共同护养 你就放心吧 马上去离 谁不离谁是生死 等候啊 有的你后悔去啊 后悔什么后悔 孤独猪老 说的就是你一跟你说 啊 培姨 干嘛 干嘛 一听说你离婚啊 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个 女朋友 他啊 是啊 可以啊 你看看什么玩意儿 哎呀 这个要不高 甚至要不好的 自己说那个大奶酱啊 哎呀 这个已经比你老婆高了 再说了 那个大奶酱啊 前几个月结婚了 情报有误啊 那算了 你看我看不上 你看不上我啊 我还看不上你呢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 又离婚 还有啊 你看看你家啊 一二三四三个房间 闷都没一个啊 谁看得上你啊 我没关我光荣 哎呦 光荣是不是 哎呀 你这九年就活该打光晤一辈子 我跟你说 以后 不要介绍这九年给我 哼 晦气啊 你看看 还讲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 哎呀 看来 不要打是对啊 哎呀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那那 还有没有 那有资源啊 已经没有了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我走了啊 哎 什么想办法啊 亏我们二十兄弟呢 哎呀 这什么玩意啊 树上你娘儿 哎呀 哎呀 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干嘛 哎呀 你不是说 给我介绍女王咬吗 哼 给你介绍了几个人家 都看不中你啊 哎呀 那 我也看不中他们啊 人家身材又不好 之前那个二弟说 给我介绍那个 什么大奶酸 人家都结婚了 哼 你啊 那你小的那种 你都找不到一个 别说什么大奶酸啊 人家都看不上你 这一单生意啊 我不做了 哎 哎 再介绍一个啊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介绍这么多都不成 哎呀 想想 还是前妻好 糟糕之急不可气 只有他不嫌弃我 我去找他去 哎呀 你知道 一定要跟他 诚信道歉 老婆 老婆 你在这边喊老婆啊 老婆呢 嘿呀 这个不要脸啊 怎么 来到这里喊老婆 谁是你老婆啊 你跟我们的妹啊 都已经离婚了 这里只有我们姐妹三个 没有你老婆 滚 可以 破镜重园吗 可以啊 你想破镜重园 你就想重园 你想离婚你就离婚 想结婚就复婚 婚得离了还嫁老婆 还想破镜重园 你觉得有可能吗 嗯 我 我 我知错了 我改了行不行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你当初怎么对我的 你还说要跟我离婚了 还要找一个什么大波连呢 嗯 之前 找了五六个 他们都嫌弃我 我觉得还是你好 也就是只有我眼瞎了 才嫁给你这种男人 没担任没担当的男人 当初我就说了 你家连瓦片都少一片啊 你还敢这样赶老婆走 还敢跟人家离婚 我说什么来着 你就等着孤独终老吧 现在被我说中了吧 这就是你 抛弃糟糠糠吃鸡的 煞场 活该啊 我知道说了 我以后不打你 不骂你了啊 我我我 我现在也喜欢女儿的 我不嫌弃 算什么都可以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一次不肿 百次不用 这种低质量的婚姻 我还不如高傲的单身 复婚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赶紧给我滚 你 你不能用 还是没有父亲啊 这种父亲 又等于没有 还不容易有呢 真的 这种人还好意思的过来 求你复婚 想都别想了 啥事啊 看到他一次 我就打他一次 对 也都怪我 当初不听你们的话 为爱嫁给他 没想到现在说的 一塌糊涂 现在后悔还乐着急 幸好幸快 你已经跟他离婚了 你还年轻 以后要找什么样的 都找不到啊 对呀 你放心啊 以后你就安心的住在这里吧 我们养你 那大姐二姐 那我能不能把 小孩的户口也一起牵过来啊 肯定可以啦 这里都是你的家 永远都是 你都叫我们大姐二姐啦 这里也是你的一 这里也有你的一份子 我们三姐妹啊 以后相依为命 那行啦 谢谢大姐 大姐对我的爱 那以后我们就好好过一日子 好 好吧 回家 回家 你抱我小孩干嘛啊 抱了 就是你的孩子 你妈给我 我不厌制你啊 你告诉你 我可是端了很久了 哎呀 你给我 妈给我小孩啊 你什么给 老公 你给我啊 哎 给我 妈给我小孩啊 这死娘吗 怎么力气那么大啊 哎呀 哎呀 晕了吧 没事啊 哎呀 你妈给我 干什么啊 你是不是要多管心事啊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你还来的啊 哎呀 我让你给跑了 真的是 哎呀 谁呀人 哎呀 小静 小静 快醒醒啊 醒醒啊 哎呀 快点啊 你小孩啊 哎呀 我小孩呢 哎呀 哎呀 人家想跑了 哎呀 干嘛啦 发什么事情啊 哎呀 是啊 刚刚有个女人 她就直接来抱了我的小孩 我死死拉住她 后面又出来一个男的 就把我打晕了 什么 你的小孩不见了啊 对啊 本来我 我看见了 我出来的 结果 那个男的 拿着跟棍子 我不敢靠近了 哎呀 那 我先打电话给宝安 叫宝安在村口那里拦截住 对对对 快一点啊 喂 宝安啊 你在村口那里拦截住啊 小静的小孩不见了 被坏人捉到了 一个男一个女的 一男一女 好好好 你的那个有点胖胖的 好好好行行行 那我们赶紧去追啊 这样追不是办法 他们现在 托了小孩 肯定想尽办法出村口 我们干脆这样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顺着这条路追 我呢 到村口那里去包抄 把他们围起来 对对 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去 对 你抄进路 走 现在我们去 追 追 哎呀 这个老公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会被抓了 你怎么才来啊 差点被那个女的打我啊 真的是 那有没有把它处理干净啊 别处理干净啊 我把它赶跑了 那可怎么办啊 等一下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的话 那个目标太大 没事没事 车上不是有装备吗 我们伪装在 对对对 来来 快点 还是这样 把东西拿出来 等一下 到时候我伪装着 那个老太王 就伪装着异工 到时候啊 这个车啊 我们不要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的话 那个目标太大 干脆这样吧 我们两个分头行事 到时候啊 我们在那个村口那个电线桶那里集合 行行行 你想坐没 我想坐没 你抱小孩 走走走走 太猖狂了 原贩子 哎 站住 保安大哥 怎么回事啊 我们村更丢失了个小孩子啊 不会吧 现在啊 可是法治社会啊 怎么还有原贩子这么猖狂 是啊 哎呀 你就抱了个小孩子 哎呀 刚才说过了 连汤衣也不会飞过啊 这个可是我的孙子啊 你的孙子 对啊 哎呀 我儿子 儿媳妇啊 去年啊 发生那个车祸 意外去掉了 就留下这么一个命根子啊 现在我这个孙子生病了 我要早起送去医院啊 哎呀 你哪里要村的 为什么进我村啊 我是隔壁那个富贵村的 这不我们家又没有车 只能超过你们村这里 你们村离那个医院近一点 我是超近道啊 哎呀 哎呀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人干啊 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啊 来 还有一个呢 什么两个人 我是个老太婆啊 我怎么能做二吗 再说我一把年纪了 我能去 我能是坏人吗 哎呀 反正不能过 只能等两分钟 等完那个人员来确定后 再给过 等什么等啊 我可以等啊 我这个孙子等不了啊 现在啊都已经是高手不退了 哎呀 反正万一你是原发子呢 你都说原发子是要两个人 那我又不是两个人 我是自己一个人啊 哎呀 现在原发子太狡猾了 管它你们是分头行动啊 不行 间接不能过 你怎么把我这个老太婆想着这么坏呢 哎 赛哥 你来给我评评你啊 这个保安啊 死活都不让我过 他说他们村丢死了个孩子啊 那你要着急过去吗 肯定啊 我孩子啊高烧不退啊 孩子发高烧啊 对啊 那赶紧送去医院啊 反正脑子烧坏了 听到没有啊 你又是从哪里来的 哎呀 我是义工 我从哪里来的 怎么叫你 我有什么义工啊 哎呀 你们村肯定没有了 你们村那么差劲 我是隔壁村的 隔壁村的 是啊 你看看你连人家义工你都难啊 啊干别说我一个老太婆 你们村啊 是不是霸王村啊 是啊 你们村是不是讲不讲道理了 哎 你们两个我都不愿意 刚好是一男一女 哎呀 就留在这里吧 等两分就 你 你什么脑子啊 他那么老啊 搞什么啊 能做什么 反正不行 刚才说了 一男一女了 你们就是一男一女 不可以过 你说我就不让过 人家这个义工你也不让过 这好像说了 不过去吧 是啊 你们村丢失了小孩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只是从你们村路过而已 哎呀都说了 等两分钟了 等一万一真的是原犯神 放跑你们怎么办 哎呀算了算了 不让他过去 等他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你负责我走了 哎哎哎 你为什么让这个人过去啊 你怎么就不让我过去啊 我怎么不让我跑啊 都说啦 你是原犯神怎么办 你要两个人 我又没报桥啊 我是什么原犯神 我不管你 反正你是男的 哎呀跑干嘛 嘿你这个保安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凭什么人家做义工的就让过 我抱个孩子你就不让过呢 这是凭什么啊 哎呀他做义工的 他说他有急事啊 哎呦我孩子发烧了 难道我就没有急事吗 反正你带了小孩就不给过 哎呀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的孙子到时候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摇不过你 哎呀哎呀打我 打我干嘛 哎呀你这个楼奶奶 哎呀打人啊 有没有打到人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那这谁啊 这里有个楼太婆啊 是外村来的 外村啊 不给他过 不对啊 刚才是一个年轻的 女的好像是是吧 我看一下 哎呀 是不是你小孩啊 这个女人 我的小孩啊这个 哎呀打给我 快来 真的是你小孩啊 什么孙子啊 什么孙子 人家自己的小孩 他都不认得吗 啊 哎呀你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哎呀 敲断打扮的女孩 竟然是卫妃装啊 我出去跟你说 误会啊 大哥误会 既然孩子找到了 那没有我什么事 那我先找了 哎呀 怎么找 刚刚啊 可是你们两个人合伙作案 还有一个男的呢 说 说 不不不不 跑了 跑了 供就 供出来 就刚刚 跑出来的那个义工 哎呀 你这个保安 你真的是的 你怎么样 他过去啊 不不 要他供出来 对 抓住一个人就行 说的也是 跑 爬网 灰灰 说不漏 你以为你那个同伙能跑得掉啊 我告诉你啊 要相信人民警察的力量 你们啊 一个都跑不掉 犯过我们吧 我们第一次干啊 我跟我老公结婚十多年了 都没有孩子 我们就想抱养一个 自己回去养 这种理由啊 不用跟我们说 那么说 放过你 那你干嘛不放过我呢 啊 我十月怀着 辛辛苦苦 把这小孩伤出来 才三个月那么大一点 你就突然间来抱着了 你抱着了我小孩 我以后我怎么活啊 你这么难生 你再生一个了 哎呀 还说这种话 这种人贩子啊 双位图留这种人 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对待 老玉 你跟保安两个 把他抓到办出所去 让警察 告诉警察 还有个男的跑呢 让他把他们内锅 全部都端出来 对 真的是 你抓了我 还有千千万个 我 我们 我们是还有团伙的 我怕你不想 有团伙 你的团伙 我再带也带不过人民警察 带不过人民群众 就 抓一个声音官 我还会回来的 谢谢你啊 小默 要不是你啊 我小孩真的会不见了 现在这人贩子啊 夸张也太多了 你看 马上就跑了一个了 你以后带小孩啊 真的要小心点才行啊 我怎么知道那些人贩子 这么猖狂了 大白天了 竟敢来 这里光明的抢小孩啊 不怕 他现在已经被抓住了 相信警察一定会把那 他那些同伙 全部都抓出来了 是啊 那现在我们也过去 我拿这个将军过去 哦对对对 死障他们 把他们全部抓了 这些人 那些之外做的 是妈妈的唱歌啊 娘家娘家又回不了 母家婆家又不要我们 对我们两个人怎么办啊 你还不啊 什么赔钱我了 还在这里哭 快点滚啦 你要我上赔钱我吗 快点滚 让你们试快意死了 我怎么去打脸啊 妈妈妈 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你在这里等着好心 奶奶收养你了 妈妈走了 妈妈没办法养你了 不要哭啊 等着好心 好心人来救你了 不要怪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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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干嘛 干嘛你 哎 上来 上来 上来呀 你干什么 干嘛呢你啊 哎呀 有什么事情 没想不开啊 有什么委屈啊你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颜色不得的啊 但是妈妈 没有办法 干嘛呢你啊 谁跟你分我 养个孩子 帮我付 干嘛 干嘛 别这样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 哎呀 我跟前夫离婚了 回娘家 娘家又不接受我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哎呀那也不能寻短见啊 哎呀你看你那么 还那么年轻 哎 未来还长着呢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你实在走投无论了 三大一分钱都没有 别这样了 哎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为孩子想想啊 哎 寻短见 你对了几孩子吗 那孩子怎么怎么办 有想过他吗 我自己一个月没办法养活他 那刚刚你说什么 人家也不要你啊 人家都不要我了 他们说我当初不听话 非要交那么远 太可怜了 所以我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活了 哎 你干嘛要救我呢 哎呀 我要想不开 要不这样了 我家 就我一个人 房子大着呢 哎 有几间房子 你可以 我可以可以给一间给你住 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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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收钱 这不是骗人啊 我骗你的 我不会骗你的 哎 我就是住在隔壁村 我今天我拉了一个客人来你们村啊 你是这个村的吧 哎呀 不要这样了 都说了 要为孩子想想啊 你看这个孩子那么可爱 好心 原来就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你让我安顿几天 等我出去找到工作 我就给钱你 不要着急 你慢慢住 慢慢住 等到你一切安稳了 以后你再走都不迟啊 好 好吧 我们有救了 妈妈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养活你啊 上车上车上车 到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你看房子那么大 就是捡漏了一点 就是穷了一点而已 没事没事 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好了 那那那那那行 那你不嫌弃了吧 那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啊 嗯 谢谢你啊 哎 先进进 哎 哎 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我还能有什么好事 之前不是说叫我 我帮你找个好人家吗 现在找到了 那个人很好啊 年轻 睡气 又有钱 又含号老师 绝对会对你好的 哎呀 你都说了 人家 年轻帅气 又有钱 哪里会看得上我 这种又老又丑 还带着个拖油瓶的 哎呀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他同意了 他说你带过去就可以了 走走走 马上就带你过去 算了吧 玉米大哥 我 我现在 不考虑 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 不想考虑啊 是啊 哎呀 不想考虑 那你要叫我帮你找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想的 这孩子还太小 想给他找 找一个完整的家嘛 但是现在 我又怕 等下去了 人家又 嫌弃我们 到时候 又没有地方可去了 都说了 人家不会嫌弃的 哎 算了既然这样 你看玉米大哥 你看你 你看你 你也有 三十好几了吧 四十啊 就是嘛 你看你四十 你都还没有个老婆 你还帮人家 你还帮我操心那么多 干什么 哎呀 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呀 你看我家那么破啦 我又去拉客 又挣不了几块钱 哪个会看得上我啊 我就是跟你住了这段时间 我对你这个为人都很了解了 虽然说家里条件是 差了一点 但是你为人也老实 忠厚又 又肯干 好日子 肯定不久就会来到的 所以 你看既然你都 想把我撵出去了 要不干脆 你也没有老婆 我现在也离婚了 不然我们两个就 搭伙过日子算了 你 什么 搭伙过日子 是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 你 我还是 还是听不明白 哎呀 有什么听不明白的 你 你没娶我 我又 已经离婚了 这还不明白吗 你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你啊 你看你这个人 心肠又那么好 又那么勤劳肯干 是不是 但是我没钱啊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哎呀 你放心啦 这个 我跟你住这段时间 我是发现了 你这个人呢 不是说没钱 而是你不懂得 勤俭职家的 你放心 以后你出去 工作赚钱 我来 帮你管着这个家 到时候我们日子 肯定会过好起来的 真的啊 是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娘俩 但是 不嫌弃不嫌弃 不嫌弃 其实说真的 我跟你相处那么长时间 我也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你看 我们相处这段时间里面 我白天去拉摩迪 晚上我就能够吃上药腾腾的晚饭 其实我也不忙跟你说 跟你在一起这段时光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哎呀 晚上就回来就能够吃上药腾腾的晚饭 哎呀 那 那就幸福啊 你看家里始终还是要有个女 女主人的是不是 外面的女人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我们两个都住了那么长时间了 如果我又走 又走了的话 你看左邻右舍 怎么看你 怎么看我们 是不是 你真的不嫌弃我 我不嫌弃你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对我女儿好 对她视如己出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每天晚上回来 我都抱抱她 早上出去干活 我又抱抱她我才出去 哎 我记得我挺喜欢这个小女孩的 哎 那就行了 那就 那你真的不嫌弃啊 我不嫌弃啊 我现在只要求有一个安稳的家就行了 哎呀 没想到 哎呀我以为我 我会打光光一辈子了 没想到 哎呀我 我有老婆了 孩子也有了 哎呀 哎呀 我我 我脱胆了 哎呀 我我我做爸爸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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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孩子我呢 哎呀 走 趁姐我带你去买几道现样的衣服 改天我们就去领证啊 啊 请借房邻居过来 吃一尝啊 行行 那个 轻喝轻喝啊 走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来 给你介绍这个 是个 两宅 两宅 对 两宅 对 哦 两宅 哎 等一下啊 老婆 加油 老婆 快出来快出来 好事好事 哎呀别垂头上去的了 干嘛 想要老婆吧 讲这讲话肯定想要了 放心姐知道你的需求 纯进口的 啊 可以啊 亮吧 可以哦 那肯定了嘛 还对我放电啊 哎呀 搞得我的不好意思 哎呀 真是的 说好了啊 纯进口的哦 泰国妹啊 那他听不听懂我说的话啊 哎 你看你真的是 难怪你娶不到老婆 一点浪漫都不懂 关键是语言啊 关键是动作指引 诶 懂吗 开翘点啊 他等一下我叫他去吃饭 叫他去拱拱 他听不懂 我怎么搞啊 哎呀放开 你看 可以哦 可以吧 还会几句哦 那肯定啦 到时候啊 口水多吃几口 哎呀 本地话绝对 港港的跟你说 那那那现在 我们进去吧 哎哎哎哎哎 等等先嘛 你真是的 哎呀 那么心急干什么 我都担心了好多年了 肯定也心急了 这个啊 是啊 哎呀 行行行 等等啊 多点啊 好好表现啊 OK OK 哇 好多门女哦 说啦 实力 不要看光看就房子 啊 哎呀 可以啊 哎呀 你真的是 都不懂行情的你 那不 几百不就行了吗 不是 接收费啊 几百那是国内的 都说了这个是 纯净口货 懂啊 那那我 年三百就打发你 太小气了 难怪你娶不到老婆 那我听 听说 国外的可能有点危险 我感到 他当我穷了我没解 那他跑路了 怎么办 放心了 这一点我敢跟你保证 绝对跑不了 人家呢 左邻右舍 在村子里面 还有那个隔壁村 到处都是人家的姐妹 你要是姐妹团过来的 懂吗 真的啊 是啊 到时候都是 他都无聊了 他又去找他那小姐妹 玩完又说说家乡话 再回来又跟你 素素钟情 哎呀 怕什么 小日子过得那么美好 不会跑就行了 我怕他跑了 放心了 我这存了几年了 老婆本了 放心了 跑不了 一千 哎呀 那要多少啊 哎呀 你大发点行不行 我好不如带个进口货给你 真是的 清醒 哎别点啊 哎呀 点什么点 真是的 那么多介绍会啊 哎呀 你不看一下人家什么身材 腰身是腰身 屁股是屁股 慢慢慢慢 那这样行了吗 哎 果然是心急啊 哎 美女 哎 两宅 两宅 给你介绍了 哦 两宅 啊 好好跟人家 裹日子哦 公公 哎 哈哈 为什么叫我 哈哈 我以为他不懂了 绝派 真的是绝派 看你临走啦 我这个我也 我也 笑纳啦 啊 那不打扰你哦 我不打扰你们 我不坐电灯趴啦 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我们进去狗狗了 吃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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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饭狗狗 去去去 狗狗了 狗狗 狗狗 老婆 哎 老公 我现在去搭个木瓜给你吃 木瓜 木瓜 对牛奶 对牛奶 你现在搭着我 满着啊 好 嘿 你这个象巴佬 还想吃我这个道路 还想着美 还想跟我 狗狗狗狗狗 天哪有那么多泰国妹给你 想着被想 看看你把那个钱 从哪里去 哎呀 想不到这里 还进 满多钱啊 哈哈哈哈 哇 大了这一次 哎呀 哈哈 这两宅公公啊 你找第二个来跟你公公吧 拜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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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老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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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 你 嗯 你看我家门而已啊 真是 垃圾就乱了 搞也不想 全部拆完去了 你干嘛 干嘛 干嘛 你当初怎么说的啊 说好了啊 不会跑了 不会跑了 现在跑了 跑了 你对人家不好啊 什么不好啊 我叫他在家里带着 我就 摘个木瓜 给他 炖那个牛奶盒 结果呢 人都不见了 你怎么搞啊 哎呀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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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回去等 等一下吧 我我过两天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等什么等啊 不行 你把那个经销费 推给我 那经销费 那天回来我都 那隔壁说三缺一 我就去啊 我不管你三缺一也怎么缺 缺一缺还是怎么缺 反正赔快点 我没钱啊 那你是不是单身啊 我单身 那我单身关你什么事啊 那就行了 来拿你来 公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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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